中国维权律师李方平 3月1日在北京被警察带走 李方平律师参与公益法律工作十余年 代理了大量公益案件和人权案件 中国全国两会前夕 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 以及欧盟驻华大使致信中国政府 表达对中国新反恐法、网络安全法草案等多部立法的关切 中共党委2月29日发布通知称 中共党员任志强的言行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将严肃处理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失踪两个多月后 2月29日首度露面在凤凰卫视受访 表示放弃英国拘留权 此外,铜锣湾书店另一股东桂敏海 28日在凤凰卫视节目中承认非法经营罪 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被转移至杨春监狱后 亲属日前首次获准会见 郭飞雄的姐姐透露 郭飞雄身体状况不佳 他还称监视内没有安装摄像头 并且人员众多 令他对郭飞雄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忧 中国官方日前正式推出首支送席新曲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有评论认为 歌词反复唱颂爱你 谄媚之情非常露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